当地时间8月28日,本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是美国网球公开赛,展开正赛第二天的争夺,男女单打下半区将展开角逐。 在阿姆斯特朗球场今天最后一场比赛中,前冠军沙拉波瓦,遇上近40岁的瑞士老将施奈德,俄罗斯美女在第二盘5-1的时候被对手连续追分逼近抢7,抢7-6-3的时候又浪费了连续三个赛点,但最后还是以6-2,7-6-6战胜对手,得以在纽约5月12点之前晋级。 四轮对阵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,瑞士精灵施奈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将,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过前十,他和沙拉波瓦也是一对老对手,沙瓦保持着七胜一负的交手记录。 但双方最近一次交手已经是十年前2008年的罗马了,十年过去女子网谈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而两位年过三十的老将又一次在大满馆赛场相遇,颇有种晃若格式的感觉。 首盘比赛,沙拉波瓦首先发球,可惜一开局就送两个双雾,让沙拉波瓦丢掉第一局。 不过施奈德也浪费了局点机会,发出双雾让沙拉反破追成一到一平。 第三局沙拉波瓦在落后比分的情况下奋力追赶,不过在处理自己的进攻球不断发生失误,让施奈德再次破发沙拉波瓦的发球局。 但是施奈德自己的发球局也没保住,沙拉波瓦连得四分再次破发,随后比赛逐渐进入了沙瓦的节奏。 他的底线暴力揭发和衔接的前三,拍主导了攻势,沙拉波瓦最后连得四局,以6-2拿下第一盘,第二盘沙拉波瓦依靠正手制胜分加连续两个S球强势爆发,随后两人各自爆发,施奈德被沙拉波瓦连续压破,失误增多被首先破发,随后沙拉波瓦打发越来越强势,施奈德毫无反击之力,俄罗斯美女很快把比分带到了5-1。 然而此时比赛赛风突变,沙拉波瓦连续丢分,被施奈德连追四局比分来到5-5平,此时沙拉波瓦的非受破性失误已高达40个,双方爆发后进入抢7,抢7局中沙瓦先发赤人,很快以6-3拿到连续三个赛末点。 然而沙拉波瓦又一一浪费,6-6平换边后,沙拉再度拿到第四个赛点,随着施奈德挥球失误,沙拉终于以小分8-6,拿下第二盘抢7,从而以2-0击败对手晋级次轮。 沙拉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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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